主厨特餐 主厨特餐 我是主持人张庆林 到我们星期四跟小七车观点合作单元时间了 在我们录音室现场是小七车观点 小七曾燕好 哈喽小七 哈喽大家好 是我们就要跟小七聊一下这个救护车 就是我们知道驾驶朋友 真的听到一些救护车的声音的时候 要礼让 在过去我们也常常在新闻当中 有时候这个行车记录器 救护车这边的一些影像出来之后 看到明明很紧急的时候 哦一哦一的响了半天了 前面呢 偶尔就是会有那个驾驶朋友呢 归宿的在救护车前面 可能是挡到 可能是这个归宿慢行 好 这个情况其实很多朋友看到画面都会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会听不到啊 我觉得如果这归咎于现在车子隔音太好了 对啊 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听音响啊蹦蹦蹦的没听到 有可能吗 我想着大家可能不太会相信啊 是 真的有隔音可以隔到这种地步吗 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救护车它的警报器啊 其实分贝数是相当大的 所以应该一般人哦 一定都听得到 特别他是很接近的时候 所以说没听到啊 那个真的是不是理由哈 对当然 是 好 既然没有让路的话 有时候被拍到了 好像现在罚则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对 其实本来罚则就不轻哦 本来是大概就好 本来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啊 第45条的规定啊 如果没有礼让救护车啊 甚至工程救险车警车 这一些车子的话 是要罚3600块以上 就是有偶一偶一的就一定要让 而且不止救护车哦 大家注意还有工程救险车哦 警备车哦 毒性化学灾害的事故应变车哦 这么多都要让 其实蛮多的 是 他们通常这种灯在那边闪闪闪的 都一定会有声音吗 会不会说只闪灯没有声音啊 其实这个我觉得要呼吁政府 好管理好 使用这些车的单位哦 我像有一些车子哦 他因为那个车 那个警报音非常的吵 所以就会开警示灯 但是呢 没有开警报音 那当然是也 也因为有些造势这任的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 不管是警车啊 或者是这个救护车啊 有一些会在路上只闪灯 但是不开声音 是好 只闪灯不开声音的 那我要不要让呢 理论上是要让 还是要让 对 是好 刚刚说原来是罚三千六 就现在呢 七月一号开始 如果驾驶人你不让的话 他会储六千块以上的罚单 而且他这个处罚哦 还是用不同等级去区分的 什么意思 如果啊 如果你造成其他人受伤的话 你是骑机车不让的 要罚六千块以上 最高可以罚到九千块 而且要吊灶 吊灶是本来就要吊灶的啊 那如果是小客车 或者是小客户的话 从一万块起跳 一万到一万五 七月份开始 如果导致人家受伤 对 那就会这样的罚款 那大型车的话 罚的更重 一万五到两万五之间 那如果你是造成人家重伤的话 那就罚的会非常非常重 是好 导致人受伤的意思就是 我的救护车上可能 有一个病患 一个伤患 结果因为你的主导 所以我没有办法 及时把它送医 那中间再回来追究 前面主导的 这不管是摩托车 小型车 或者是大车 他们的一些责任 罚金也不一样 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详细 它的定义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法条 我们还没有看到 这个不好去判断 但是我想会噪音 如果是因为我们 这个开车的人 去挡到的话 会有这样的罚款 那造成重伤的话 罚非常重 机车的话 从两万五起跳 小型车的话 会从三万五开始起跳 如果你开的是大型车 四万五起跳 但罚则不是主要要罚大家 是希望说 大家就有一个互相帮忙 要有一个遵守说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 需要帮助的一个情况 闪灯 或者是鸣笛跟闪灯 大家都还是要尽量的 能够理量 这些车先优先通过 当然 其实像我本身 我有坐过救护车的经验 像我去年 摔断了腿 其实就坐救护车 那坐在救护车上 其实你心里面真的会急 因为你坐在里面 像我当时意思还是很清楚的 你只能看着车顶 但这个时候 当然会遇到一些 就是红绿灯 等等这些路况 那时候就会心里很急 说能不能赶快到医院 那我相信 如果我们自己如果躺在里头的话 别人不让你会什么感觉 你心里一定会更着急 所以我们要有同理心 看到救护车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让 对 小七有讲到说 你自己是病患的身份 躺在救护车的单架上面 那个时候的心情 我曾经是病患的家属 我也曾经坐过救护车 那个时候 救护人员叫我坐在右前坐 那后方是我的父亲 那那个时候情况 其实真的非常的紧急 那救护车也鸣笛 同时也闪灯了 然后就看到这个一路出去 从我们家的巷子 开出去的时候 沿途的汽车 摩托车 还有所有本来应该 绿灯要行驶 车辆全部都停下来了 那我们也很快速的到了医院 那到医院之后 我才知道 因为有些病患 尤其是你在救护车上面 他其实他的 整个包括给氧 或者东西 其实就是个氧气罩等等的 那一些能够做的急救措施 其实是非常有限 如果说一个人 脑部缺氧的话 大概四到六分钟 他的脑部就开始会受损了 也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路上 他少了 耽搁这四到六分钟 可能就是一条人命 或者这个人 未来他的健康情况 所以在路上的时候 看到大家都 非常快速的 就往旁边靠的时候 我们身为家属 心里真的是非常感动 这真的是要坐在救护车上面 的朋友才是能够亲身感受到的 好 遇到了这样的救护车时候 我们是驾驶朋友 我们第一时间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第一时间 当然我们就往左边或右边 让到 让出中间的车道 让救护车来行驶 那当然台湾的路况 你不见得能够真的 让出右边的这个道路 那当然就是从后照镜 你要看 大概救护车从哪里来 对对 看他想走哪边 对 哪里好让 赶快赶快让 而且我必须提醒大家 就是一定要赶快让 不要到救护车来到你后方 你才要让 这通常是来不及的 而且通常越前面的人 你要越先让 后面才有办法 才有空间 对 敲出空间来让 好 如果说这个车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红灯停下来了 那赶快大家要让让让 于是我就赶快冲过去了 闯红灯了 亦或是说 其实这个红灯这个路口 可能有一个闯红灯照相 结果我因为这个往前挪一下 爬擦我被拍了一张 这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这不要担心 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有装行车记录器 你把这个画面留下来 那事后接到罚单的时候 你可以去申诉 那这个罚单是可以撤销的 那如果你说我们车上没有行车记录器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我们把救护车的编号记下来 救护车的编号在哪里呢 在挡风玻璃上面都会有 比如说我们内湖几号车 或者是大直几号车 或者中山的哪里哪里几号车 等等 这一些我们把这个简单的编号记下来 就可以了 那收到罚单之后怎么办呢 收到罚单之后到这个分队去 调他的出行记录 负上出行记录你就可以消暗 当然会有一些麻烦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因此你救了一个人一个命的话 这些麻烦其实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对 原来是有这样的方法 车上有行车记录器的话 这个你知道说 你可能被啪擦了一下 闪了一下灯 就跑不掉了这张 赶快回去的时候 把你这行车记录器的这段影片 赶快截取出来 等到你收到罚单之后 你才能够申诉 那另外一个 如果没有行车记录器 赶快看一下救护车 他的这个编号 到时候也可以做一些佐证 所以调出来都知道 说没错 这个内湖168号 就是的确在那个时间 有经过这个路段 对 当然救护车其实也会被开单 他们也是要消暗的 救护车 他们紧急的时候 难免也会稍微超速一下 所以像救护车的话 他们当然公家的救护车的话 他都要写出行记录 那如果民营救护车的话 他其实要拿道院证明的 所以他有拿道院证明 他才能够 他才能够证明说 他这一趟是有这个任务 民间的救护车 也是不能随便闯红灯的 这个政府其实是有在管理的 那所以如果遇到 要让救护车路况 当然大家就 当然义不容辞 赶快让 那当然不过有一个 要提醒各位的就是 我们在如果有红灯 我们为了让救护车 我们势必会跨过停止线 如果跨过停止线的话 不要直接闯红灯 对啦 太危险了 对不对 要让救护车的时候 应该开启我们的 故障双黄灯 然后慢慢往前 操作停止线没关系 在可容许的地方 操作停止线往两边 道路中间或者是旁边靠 这样出中间的车道 给救护车过 那不要直接跨越 闯红灯 超过停止线没关系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不要尾随救护车 对 有些人会 救护车竟然已经这么快了 后面帮我开到 我赶快跟到后面走 其实这也有法则 你有法则 对 这当然定法则的原因 不是要处罚驾驶人 是要提醒驾驶人 不要这样做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救护车 其实他出任务 有一定程度的高风险 所以我们如果尾随在他后面的话 不只会造成救护车驾驶的压力 同时也会造成我们自己的危险 对 而且其他的驾驶 其实救护车过了 大家都已经开始要回归到 你正常的车道上了 这时候你又冲过去尾随的话 其实真的是还蛮危险的 是 我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听到远远 有救护车的声音 就会互相跟家人互相讨论说 救护车是哪个方向来的 先研究一下 能让就让 就是让这救护车 可以赶快把车上的病患 伤患送到医院里面去 真是救人一命 谢谢大家 对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那待会会上传到 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上面 同时这个影片 在哪里也看得到呢 在YouTube的 小汽车观点频道 也搜寻得到 好 我们非常谢谢 小汽车观点 小汽车也好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